軍人驅趕喇嘛,被指隱瞞地震災情。 青海地震後第六天,官方公布超過1,700人死亡, 不過協助救災的喇嘛則質疑當局報細數, 估計最終的死亡人數可能高達1萬, 還說在玉樹苑第三完全小學,掘到50名學生為體, 但公安只是上撲一半,說有25人死亡。 還有傳聞說,軍人驅趕喇嘛,禁止他們挖掘消息, 這個藏族孕婦地震時,丈夫抱著由三樓跌落地下逃生, 送到醫院已經昏迷,搶救後,昨日醫生幫她開刀,順利生了個嬰兒女。 另外,傑古鎮一個68歲的老人家,被困大約100小時後獲救,沒有生命危險。